在小句上面有同学问 他是说请教一下 已经汇出后的MAT材质 档案有办法在Blender开启并且编辑吗 然后呢另外如果将FBS 模型汇入后 如何将同时挥入材质的档案 后面就不用看 但是呢我就直接回讲MAT是所引用的 还是要看其他 里面指向什么路径指到哪里 我后来再确认再看了一下 我误会了整件事情我误会了 其实我是把它想成是 MTL档 MTL 这个MTL基本上是跟着OBJ档来的 通常是OBJ 那个副档名是OBJ档 才会有MTL这个档跟着 可是我看成我以为是这个 是把MAT我当成MTL 这一点很抱歉 所以呢我说这个是所引用的这个就是 也错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MTL是什么 MTL是这个 我去网络上面下载了一个3D的 物件 它给了这四个档案 第一个是Blender档 这是Blender档 然后呢 底下会有一个Textures 就是它的里面来打开 它是它的贴图 Textures 跟它的Normal NormalMate 这两种 两张贴图 然后呢 这边也有FBX 这FBX 我们也可以 因为现在是用Win10 Win10 那我们可以直接点它 它可以用3D检视器看FBX 但是它是不会有 贴图的 目前都不会有贴图 因为它不知道你的贴图在哪里 再回来看一下这个 再找 这张是我自己丢的 这边会有一个OBJ 点开来看 它其实 其实应该是一样的档案 但是它多了这个 这些 这个 应该是打灯用的啦 这几个应该是打灯 然后这是地板 然后呢 也是没有贴图 那你可以看得到这个OBJ 唯一有OBJ里面又跟了一个叫 一个叫做MTL 后来 MTL我们来看一下 你把它点开来看 你用那个Test Editor 记事本 把它打开来看一下 实际上它就是一些 资料 就是它会叫你说去 用哪一张 贴图啊 然后它的这些相关的资料 这个资料 我没有研究太多啦 原则上以前 只要把 这个OBJ 连同这两个档 贿入 把它 import到这个 像Blender之后 它 基本上都可以 你只要贴图还在 它基本上可以抓得到 那张图在哪里 我们等一下可以试一下 好 那我就特别去找了一个 MAT 就是MAT档到底是什么 就发现 原来 因为我不熟MAX 所以呢 后来发现原来MAX 它有一个MAT档 那我在猜 这位同学可能是你是用MAX想要把它转 出来 对不对 好像啦 我在猜 可是呢 这个 我想 应该就很抱歉 因为 就我的理解啦 就是说 MAX的 材质 这是MAX的自己的材质库 的档案 然后贴图当然是没问题 贴图可以到处 每个程式都可以开 可是这是MAX自己的 的档案 原则上你没有经过转档啊 像Blender它是不会认得 OK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 汇出的材质档案有办法在Blender开启并且编辑吗 这件事情我想 一定 大八成九成 除非有特殊的方法 这我不知道 那 除非有 可以 转档之类的 不然的话原则上是不太行 因为 MAX它是autodesk 它基本上应该也比较难把 它的档案开放给你 让你可以到处用 别的软体去读它 但是它有一个所谓的 FBX 的 converter 你可以去查一下autodesk 原厂的网站 它那边有一些 像 这些东西 它 它可能可以把一些你的 档案 convert 成FBX 或从把FBX convert成另外的 它 比如说MA档 MAYA的MA档 MB档 或是MAX档案 之类的 那这就可能要你自己去找一下 可以是呢 所以 这边 就很抱歉我误会了 其实我误会成MTL档 那实际上不是 但是呢 我们也是 可以看一下这几个档案 如果说想要将FBX的模型汇入 要怎么同时汇入材质的档案 基本上应该不太行 就是目前就我的 出钱的了解 是不太行的 所以 只能做什么事情 就把FBX的档案汇入之后 因为 比如说Blender跟Max 它其实不同的软体 那不同的 程式写法 所以基本上你的材质是 不太能够混用 比如说Max的材质拉到Blender 其实它是不认得 因为他们程式的写法是不一样 所以呢 只能把模型汇入 模型它相对是比较 简单的东西 它是 点线面组成的东西 所以基本上是可以 比较容易转换 但是呢 换入 把它拉入到Blender之后呢 你就需要做一些 重新的 给它新的Blender的材质 然后呢再加上 你原始的 输出的贴图 或是原始它那个 模型的贴图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稍微看一下 直接去开刚刚的那个档案 我用 Import 先用Open好了 然后呢我已经去指向刚刚那四个档案里面 第1个它是Blender 点两下 去开这个档案 直接打开 它又给Blender打 然后打开之后呢会发现OK它其实并没有 贴上 它的 Texture 已经lost掉了 已经不见 然后呢我来点一下这个物件 这个object 然后选一下这个material 我们来看一下OK 它现在已经 这边好像有 这边有个 它的Texture 它其实是有颜色的 那你可以到这边来 那你可以到这边来 这有点像它一个缩图啦 来看一下 这边的 我们把 Shader Shading Sh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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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 然后呢它目前的 至少说它的这个所谓的 Node 这个Node它串起来是正确的 这至少是正确的 我们只要把 因为这是Blender的档 已经串好了 所以呢 你去看这个 它的Diffuse的 PNG 它就是这个单纯的档案 我们就可以去找一下 那我们打开 刚刚的这个资料夹 可以看得到 这边的底下有个 Texture 就是刚刚的 里面有两张图 你可以自己 就直接把它 指向这里 你点一下这个 打开开启 然后去找Texture 把它指到这边来 这是一个方式 你已经把它 指过来了 然后呢我的 所谓的Normal Map 也可以选一下 也是到这里来 选择Normal Map 好之后我们可以 把它 开成这个 Render的状况 可以检查一下 基本上还是 还不错 就是这个样子 好 可是呢 这是Blender 那假设你今天开的是FBX 我们也可以这样试试看 我们就 就直接拉到这里 里面来做好了 我产生一个新的 把它放在一起好了 没关系 然后呢 Import 我们就直接抓FBX 好了 然后呢 上一页 到FBX的 资料价里面 把这个 FBX拉进来 当然它是在同一个地方 所以会多一个这个 叫做Cube.001的这个 模型 那我稍微把它移动到 旁边 那我们可以选这个 模型来看一下 目前这个模型呢 你选了它之后 你的 Shader 这个edit 它是这样子串的 它是 NormalMac直接串给 Principle 再output给 Material output 那 你可以自己加 直接加一个 Input 然后 Texture好了 Texture然后呢 Image Texture 把这个贴图自己去串过来 到Base Color 那因为目前没有串到任何东西 所以它是黑的 那 Open 去开 你现在既有的 现在这个 这张图 试一下 OK 它就出现 然后呢 NormalMac 一样也可以再去把它串过来 靠 好 例如这样子它就已经把 至少 Color这部分已经拉进来了 那当然你要自己做一下调整 你可能不是Principle 你可能要调整一下你的所谓的 Specular 这些 去改一下 因为像这个房子不会Specular那么强 Roughness 对不对 不会这么强 可能是几乎是没有 机会很 很小 很大啦 然后 让它那个几乎没有什么反射 所以 基本上你只能把贴图 Textured 带进来 还有Object 那个物件的3D的Mesh 或者是 或者是Polygon 把它带到其他软体里面去 以我 粗浅的了解 只能这样子 但是你如果直接想要把 比如说Maya的 Material档 或者是那个Max的MAT Maya好像 忘记有没有这个档 应该没有 把这样的档 要把它汇入呢 是 不行 不太行的 因为 他们会保护他们自己的档案 大概这样说 所以 很抱歉 我误会了 整件事情 那如果说你想要 import 这个 如果你要汇进来 是 不太 应该是 没有办法把这个 材质汇进来 汇入 材质是不行 但是贴图是可以 贴图就用刚刚的方式 材质就是 材质就是 其实我们讲要Material 贴图呢 其实是可以的 但是Material你汇进来 其实 它也不认得 Blender也不认得 除非有特殊的 可以 import MAT档的 一个外挂 除非有一些 那除非那个 Autodesk可以有开放 让你可以读取 不然 不太行 好 大概是 这个样子 谢谢 你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